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明显的今天全资股市比较攻不出去 今天都是中小型股的天下 你看OTC的部分指数涨了0.64% 小型股还是比较占优势 成交量1202亿 量一样不是很充沛 台北股市过完年之后四天涨三天 抗盘今天是第四天 四天里面竟然出现三天的大涨 四天大涨三天 你看过年前这波的沙盘 很多老师都在看空 甚至于网络上很多空头的言论 说这个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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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大涨 我都懒得讲 我都懒得去跟他争 没什么好争的啦 事实会胜于雄变啦 当时年线破的时候我怎么说的 我是不是说年线一定会守 赶快下去买就对了 你看上来了 在过年前最严重最恐慌的时候 大家最担心的时候 我特别出了二月的推背图 我每个月都会有一份新的报告 在一月初的时候 你看一月的时候 我在十二月二十九号 我在十二月二十九号 当时 二十九号在这里 十二月二十九号跌加 当时也是很多人看空啊 我当时出一月的锦囊庙记 在锦囊庙记里面我预告 一月份会飙涨 果然一月份的行情一路涨 从一万零五百点涨到一万一千两百七十点 七百几点 七百几点 二月份过年前突然出现一波急杀 在急杀之中 在很多人看空的环境之下 我二月份 二月九号 我推出了二月的推背图 在二月九号推出来了 在推背图里面我预告 过完年之后 股市会快速的回升 然后果然过年后 出现快速的回升 你看这样短短几天而已 短短几天而已 七百零一点 已经七百零一点了 那你再回过头来看 你要说千金南买早知道嘛 对不对 那我们以今天的角度 回过头来看 该买还是该空 当然是买啊 当然是买啊 如果说你高档能够跑掉 下面再接怀 当然是最漂亮 可是我相信没有人会知道 会出现 过年剩一个礼拜出现急杀 没人会知道啦 我在股票市场三十年了 我也没有看过说 剩下一个礼拜要过年 突然急跌了一千点 连股神巴佩特都不知道 所以股神巴佩特 他还是持续在做多 人也没有高档卖 他也是持续看多嘛 那我们不知道能够 他会出现急杀 可是当状况发生之后 你不要跟着去杀低嘛 有时候时间那两三天 忍过去就过去了 忍一下就够掉了 现在股票创新高了 对不对 下来赶快再买 反而赚更多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出现这波急杀 你高档没有卖掉了 低档赶快再加码 一上去 你赚的更多不是吗 那你如果股票杀光光呢 你看当时多少空投言论 现在没有一个老师会成人啦 现在没有个老师会承认啦 可是当时融资大减两百三十一亿耶 多恐慌的一个情况嘛 多少老师在吓你 在恐吓你啊 市场上有多少空投的言论啊 事后全部都闭嘴了 事后全部都闭嘴了 两百三十一亿 你知道从去年九月份到今年一月份 融资才增加两百三十亿而已 上市加上跪 短短八天杀光光 大家股票抬了 结果过年后为什么会涨那么快 因为股票都杀光了啊 没有卖压了 所以一谈就谈很高啊 你今年已经谈到台上的 是不是很可笑的 你如果听人家有的 全部报五过年 过年后连续三天 连续四天都在发红包 都在噴红包 所以这些嘎空手的行情啊 甚至于嘎空投啊 有人放空没 有啦 很多啦 很多啦 你看光是上个礼拜五 融券一天就大增四万六千张 你知道开红盘三天之内 融券大增十一万六千张 大半戏七百点 融券架十一万点 这十一万点有架吗 全部架上去 全部架上去 你去放空的全部都架上去 对还错 当然做错了嘛 对 当然做错了嘛 事实是很雄变嘛 是不是 所以你要做对方向才行 你要顺势才行 不要道听途说 大盘一掌就看多 大盘一点就看空 然后都在那边忽多忽空 忽多忽空 那兵来兵去好像枕虞了 那个不会有好成绩的 如果真的要放空 林和彦不会一直坚持要做多 我不是死多头啦 我在放空 我在国教市场 我当分析师已经二十三年了 我在放空 对我做个空的人都知道 我放空很厉害啦 可是不是空投市场 我不会轻易放空 等到如果真的空投市场来的时候 你看我带你怎么空 你看我怎么样带你空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种忽多忽空忽多忽空的人 那没什么 那没厉害啦 一掌就多 一叠就空 那没厉害我怎么才在说啦 还不到放空的时候 你跟着我放心的做多 等到该放空的时候 我自然会带你做 我自然会带你做 这行情短线上震荡难免 目前黄色那条线是月线 月线三天内站不上去的话 会开始进入相信震荡 可是我们以股票投资人 以各股为主 但我的操作还是以押回低接 押回低接 我不喜欢追高 这是我个人的特性 提供给大家注意 上礼拜五美国股市涨更多 347点 你看美国股市 从过年前到过年后 这些跌起来也已经2千点了 在礼拜五的美国股市里面 科技股市更强的 费成半导体涨了2.2% 所以在礼拜五美国股市里面 最多一支 当然是美光 美光大涨了5% 你知道美光从过年前到过年后 已经24% 已经24%了 已经要过1月份的高点了 其实美光的走势跟谁很像 跟南亚科很像 两个股票走势几乎是一样的 你看从11月份建高点 1月份次高点 回来落第二支角 南亚科2408南亚科 是不是11月份建高点 压回来1月份再建个高点 落第二支角 图形走势是一模一样 只是南亚科后面这一段 9月10月11月 是相形整理 而美光这三个月是更强势的 美光那三个月是继续表的 所以南亚科速度上 在那个时候质疑了一下 后来这段期间就都一样 那目前美光已经要过新高了 南亚科 要不要 要不要 要注意 上礼拜五外资又继续加码 期前多张 外资连续6天已经买6万多张 3万多张都买在这里 所以南亚科随随喷出去 一定要注意 苹果股价也要创历史新高了 苹果股价也要创历史新高了 这个对苹概股来说 苹概股底部的 你看苹概股 这支起上香 这支起上香 锐意起上香 2317红海 这还没动还在底部 可是也差不多了 虽然外资一直在调节 外资一直在卖 可是这提板也已经出来了 随时红海也是会上来 所以红海更大了 3673TPK,我们是85、86、87买,那涨上来100到104卖掉,帮轮,很多老师买在上面也不敢说了,我们在100到104卖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训绕,不要说我没再说。TPK,8788买,100卖,100卖,104卖,有没有看到?1月25号、26号、29号,一直叫卖出。 所以87买,100卖,有没有,掉下来了,后面杀下来了,杀下来了,那其他老师全部都追在高点。 所以我说我只买底部的股票,在没有量的时候我下去买,可是当量放大的时候所有老师挑进去,那就落下了。 所以很多人都是追高杀低,我不会去追高的,我不会去追高的,这点是我的特色。 反正这次你要注意,GIS在底部了,在底部了,黄金交叉也出来了。 今年一块坛要23块,一块坛23块,现在够给币比到八倍而已。 这稍微大了,怕它不下来,有下来我会再加码,有下来我会再加码。 平概股的部分,我比较注意的是TPK的部分。 礼拜五,油价也是大涨1.4%,油价连续两天大涨。 礼拜四涨2.1%,礼拜五涨1.4%,油价大涨对石化类股。 所以礼拜五美国的石油公司也是大涨的,平均大概去2%。 国桥已经起两天了,国桥已经起两天了,这也是怕国际行情的。 SF的报价也是走高,国桥去年3块半,几乎是10年来最好的获利。 平均不到10倍,平均不到10倍。 所以这未来只要30块钱,30块站起来,也是怕国际行情,也是保险在里面。 所以跟石油有关的,你也可以特别注意,就是原物料的部分。 在原物料的部分同,持续维持在50的高点。 8358金居,今天继续去,今天一样涨了1.8%。 金居今天的成交量比礼拜五,增加了快一倍。 金居电传这4天一来,已经起9%。 这才刚开始而已,你要注意,45块钱居起来,这也要开始上当。 金居是全球第三大的同伯供应商,是国内最大的同伯供应商。 所以它的获利跟同价是同步性的。 如果同下跌,它的获利就会越来越差,会被它吃掉。 那如果同价一直涨,它的获利就会节节高升。 所以你看这两年,同价在大涨, 金居从赔钱变大赚,今年一块贪五花。 一股赚五块,北比才多少?才八倍而已。 目前同价在五年的高点,金居的底部快打出来了。 北比才八倍而已,要特别注意。 另外一档2383的台光电,还是,这个没打得差不多啊。 你看我红海,我是把红海,红海我是91买,95卖掉。 卖掉之后,在月初卖掉之后,转到2383的台光电。 我红海如果不卖的话,掉下来差不多10块钱,对不对? 我卖掉转到台光电,102买的,买完之后蹲下去,再上来,今天112, 我看怎么购,我赚了10块钱。 所以个股跟大盘不进来是同步的,不进来是同步的。 台光电是全球最大的五乳机板供应商。 那目前国际之间的约定,只要是智慧型手机,只要是平板电脑,一定要用无污染源的五乳机板。 所以台光电是最大受惠者。 你看这个制度规定出来之后,台光电是直接获利大跳跃,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既然国际之间规定要用没有污染源的五乳机板,它是全球最大,日然而然它是获利最高。 那去年一股大概赚可以10块钱,结果股价是逗退越多了。 最赚钱的时候股价反而是大跌的,是不是又是一档底部的基欧股? 你看今天另外一档,6213的茂莲兼创新高,涨停板,一块贪四块而已。 茂莲一PS赚4块钱,本预比已经快20倍了。 另外一档,另外一档,除了茂莲的另外一档,台药6274。 台药今天也大涨6.8%,也是在那档店,一样是做铜箔基板,可是台光电它是五乳机板,茂莲跟台药是一般的铜箔基板。 台药古泥炭5块,你看前三季才赚3.4而已,全年5块钱可能不到。 那全年赚不到五块钱,股价九十几块,而且一路上去,对不对? 6213,6214,年贸去年前三季才赚多少? 才赚3块钱而已,赚年大概4块钱,股价是一路上去的。 一档4块,一档5块,高级77块到90几块,本预比都快20倍了。 反而2383台光电,光是前三季就已经7块钱了,全年大概快10块钱,获利创历史新高,股价反而是一路下来的。 这个就不对嘛,对不对?所以未来真的会大涨的,具备补涨机会条件的,都是他嘛。 所以台光电,怕他没,都会而已,只怕不下来,下来我都会加嘛,下来我都会加嘛。 这个也是国际行情啊,那谈到国际行情,今天最强是什么? 今天最强是纸类股啊,对不对?纸浆价格,三月份要调涨20%。 那这两天看到,新闻上面,看到电视上面,很多卖场的卫生纸被人家抢光光,那架上都空空的,我觉得没那个必要啦。 因为卫生纸重使调涨又如何?现在一袋卫生纸抽取4的,一袋10包也不过80块,90块,了不起100块而已嘛。 那一袋10包,你擦屁股可以擦好几个月啊? 你自己想想看,吃一个鸡腿便当就要100块,一个鸡腿便当可以擦一袋10包的卫生纸,可以让你用一两个月。 那你何必为了那种那么便宜的东西,去跟人家抢破头呢?是不是? 这个便当就可以用一两个鸡啊,你干嘛为了那么一点点小钱去跟人家抢破头? 不用那样子啦,不用那样啦。 纸浆价格涨是真的,我在去年的时候已经跟大家看过, 去年我就给你看过了嘛。 国际的纸浆报价早就创历史新高了嘛,我今年已经就跟你说了嘛,好吗? 这是长签的报价,欧洲长签的报价,底下古年有创历史新高了嘛。 这是短签纸浆的价格,底下古年有创历史新高了嘛。 我已经1月份就跟大家讲过了啊,而且我也跟大家预告, 今年还会再继续创历史新高。 中国大陆古年纸价格的价钱买五倍, 我们只有买两倍而已。 所以台湾的纸张相对国际来说是便宜很多, 所以反应成本涨是正常的,可是不用那么恐慌, 只是很便宜的,这一点你要注意。 那这里面,受惠最大的,你要注意的是永丰鱼。 永丰鱼给你起七趴,不算起两天。 那为什么会看好永丰鱼? 永丰鱼国内最大的职场,在国内跟大陆都有投资。 一月营收也是历史新高。去年的获利, 去年的获利也是最近这五年来的最好。 更重要的是,它每股的净值有高达19.3元。 现在够到14元而已。 在纸张调涨,各类用时报价调涨的时候, 它收费当然是最大。 尖量是有点多了些。 只要有鸭鱼,有鸭鱼, 14后期有互费,我觉得都是不错的机会。 这也是国际行情。 所以赚钱的机会很多,题材股票很多。 重点是你不要犹豫,不要质疑,不要做错调。 不然你买买空,找对的题材趁鸭鱼赶快下去买。 你如果不想做,不知道要怎么做。 来找林何彦,林何彦带着你做嘛。 我告诉你,平均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一天一个便当你不要因小失大, 为了要省便当钱之后没赚到的钱, 甚至于做错调。 买买买买买买看, 大家叫你赶紧购掉, 带人去购掉, 叫我了钱抬在头下。 过了以后再发红包, 你反而又没赚到。 这样就不对了嘛,对不对? 不要因小失大,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让林何彦带着你做。 我现在还有好几档股票, 再布局。 未来也都有机会大涨的。 让林何彦带着你, 我们一起来布局。 每天抢包处级, 跟大家分享的是让你短线2到3天, 能够快速累积利润的标的。 你看美律, 上星期是说的, 我建议大家170买, 今天已经186了。 2天而已,16块。 但是让你抢短线。 禁风, 礼拜五跟大家推荐禁风, 禁风当天就涨停板了。 禁风当天就涨停板了。 推荐完之后, 当天就涨停板了。 今天波动比较大, 很正常啊。 前方初期很多人在跟, 我说两天到三天, 所以往往大涨之后, 人会跑了嘛。 昨天涨, 礼拜五涨停, 今天开高人就没出来了嘛。 竞雄的嘛。 可是禁风押回来之后, 还是可以买哦。 因为大股东持股高达85%。 这要多开四年啊, 这要多开四年啊。 所以禁风有押回, 也是不错的标的。 那今天2408台光店, 台光店也随时会噴出去了。 所以, 强棒初期是您的宴, 要帮大家在短线2、3天的时间里面, 赶快快速累积获利。 可是你不能一直做短线啊。 真正要赚大钱, 你还是要有波段的规划。 跟着林腾线一起, 底部GEO股, 一档一档, 30%50%。 既然是底部股没方向, 只够没去而已啦。 没去你也不会输钱啦。 可是当行情一发动, 就是30%50%一档一档, 呈现给你。 如果真的操作不好的, 我们一起来赚大钱。 我只买底部GEO股, 认同我这种方法的, 我们的福山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跟你在一起, 我们到底来赚大钱。 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 按个赞加个油, 你的一个赞, 给你的一个很大的鼓舞。 我会为大家准备更多的资料, 提供让你赚大钱的机会。 祝您操作顺利。